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片就够 我这个肥肉 肥五花肉 两片就够 为了要点肥肉 这个味道能好一点 剩一块外面的通脊 给它片成片 切成丝 然后看一下金针菇 把这根切下来不要 好的 把这个韭菜 韭菜根部 单炒的 先切出来 放在一边 一样呢 单装 好 咱们现在等一会儿啊 马上就开锅了 看一下啊 我这个油加完了 咱们那个金针菇啊 开上锅就可以 捞出 先把肉下入锅内 炒至变白 炒出料酒 酱油 酒再下锅 金针菇下锅 好 后加味就先加了 盐 食料 根据你自己的口味 好 用朋友们走说 看一下这个 饭炒怎么发 咱们看一下啊 盖杆作用啊 大臂再动小臂 小臂再动手块 这样 看这个截面啊 咱们在这边摄影啊 这个 少少这个肚啊 放到这 看哪儿作用啊 这一样的就帮了 你看 我们都不会直接这么帮 不过 这样帮 这不对啊 一攒 攒一下 晃一晃 晃一下 晃一晃 晃一下 晃一晃 晃一下 好了 再说就破火了 来 朋友们 我先偷一口,刚吃完 来,这一柱子代表大家尝尝 看一下这种质感 这个看呢,两种潮法 这是加油丝的,必须加酱油 如果不加肉丝,也不能加酱油 就是盐味精炒出来,属于清炒 吃呢,是突出韭菜的鲜味和金针菇的鲜味 属于清淡口 加上肉丝了,加上酱油了,就不用再说了 属于浓香口 整体呢,说的,这个菜吃的不错 它非常简单,在家呢,非常勇气操作 金针菇也不贵 一样来点,五块钱来炒一盘 一样,挺好 好了,今天咱们就说这么些 有什么需要呢,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